Ding 很小,100尺都沒有 大家看得像坐升降機 怎樣做3P、4P 不要緊,只是碰起來 我唯瘋 按鈕,這樣碰起來自動 動作也不用動嗎 你才做 對,肥子可以這麼懶 你那個可能是第五代的八爪魚凳 甚麼 第五代的八爪魚凳 對,對,對 大家當初為何會從事 這個時鐘酒店的行業 最重要的是尤惟禎 為甚麼 可以多說一句話嗎 她說了尤惟禎的博物論 連空間想去博物也沒有 我記得是2016年,大約10月 所以聽完之後 我真的要做研究 你本身是甚麼行業 對 我本身是做廣告行業 突然覺得這行業可以做 轉行業 真的做了研究 去了韓國、日本、台灣 有些時間會在九龍塘 例如油尖旺的地方 駕駛車,能停下來就停下來 有個很好的… 看別人怎樣爆放 不,看生意有多厲害 真的有一個看過的 甚麼是維蜜的地鋪 九龍塘那個嗎 不是九龍塘,是維蜜的 是旺角的 旺角,好,我知道 很短的時間 下午在對面的茶餐廳 只是40分鐘,午餐時間時間 你想想能有多少對情侶出入 30對 80 那麼你隨便驚訝了 沒有那麼多房間 不是,是旺角的為景量 很大 旺角的為景園 生意有餐餐的麵,對吧 是,他們的房間 我記得那裡有50間房間 我坐很簡單,坐了數十天 50間房間已經有30對 40分鐘這麼多,每一點 360元左右 即是短短40分鐘 已經取得 roughly700,000元 進去 所以一天可以估計 簡簡單單10至20萬元收入 因為當時再看到大趨勢 就是等於甚麼車輛 沒有擁有車、沒有擁有司機 現在說市值6000億元 不如做一個Apple Call 雖然投資也非常大 我會否侵股 我會給你一個價格,不用擔心 其他兩位 因為我本身是獨酒店管理的… 保愛房的 不,獨酒店管理的… 其實我們有四個夥伴 四個夥伴都在瑞士獨酒店管理 回到香港後覺得做酒店真的很辛苦 因為要低造起,薪金不算高 每次一聚時就覺得有甚麼事 我們獨酒店,又不做酒店 然後有個朋友經常去爆房 他跟我說不如做時鐘酒店吧 好像挺好賺,300多元,幾個小時 然後說不如心動,不如行動 然後就去辦時鐘酒店 至乎老是比較大投資 我們有五個夥伴 是 其中有幾位是高市用量者 本身已經每星期要光顧很多時鐘酒店 那他們自己回到自己的店舖 可以接價嗎 他們?他們直接預約了房間 留給自己的房間 老闆自己的房間 他們在拍攝電影 他有個班底做美術指導 很棒 坐在一起 有不同的場景 就找他來討論一下 挺過人的 怪不得見他的地鐵車廂 跟金鴨的地鐵車廂一樣 有不同的 可能還要用到道具 直接搬回去了 對,不用做那麼多 然後就在延起行,這樣做 投資多一點,可能除了場地 因為我們的場地挺大 對 整個地方都有9000呎 那大廈有整層嗎 整層,四、五個單位打通 客人通常是甚麼年齡層、國籍 是甚麼人都有的,還是偏向的 我們應該是本地人多 本地人多,都是年輕一點 是 二十多至四十 對,我想問年齡層 香港有多少歲在香港 以香港的法例是16歲或以上 那你要看他的身分證嗎 按照條例上 我們要求他出示身分證 為甚麼 沒有他的賓館的條例 條例其實是要這樣的 不如我跟二汶有座面的開房間 我當然不想給你身分證 所以這麼多年來 九龍堂有這麼多這麼厲害的酒 不會看身分證 其實我們看到顧客 從訊息甚麼渠道都看到 你最多數據 都是八、九十學為主 坦白說,別以為去訂房間 無論始終是全部都是男生 但很多都是女士 因為坦白說,相信另一半 訂不知甚麼的回來 衛生清潔是很差的 對… 整個氣氛都搞瘋了 有朋友嗎 所以很多女士通常都會問 有否浴缸、風筒 床單是否白色 每次洗,會問一些那麼基本的問題 是 跟Kennith說 其實女士主導訂房 甚至付錢,都是女士做的 跟旅行團和外國酒店一樣 對… 絕對 要進入環境 但女士真的沒用 真是差勁 你還可以做事,當然是讓你預約 真的差勁 不是,我們最高的使用量 那10至20個 坦白說,真的是女士 是嗎 有些是一個月 是16、17次的預約房 會否有些… 他們是代理人員 代理人員 你們五個,你四個都會有關 只要是那個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不教,就行了 你去教吧 你只是你說的,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的 我僅僅說而已 但他們…因為我們有積分 他們也好像看到我們 你預約了10次 已經有免費房間 他們就好 但男士不會做這些事 誰要做… 對… 如果小便宜,就要花錢去做 要分分嗎?會否用數碼 真棒 如果他預約程式,有那麼多數據 你會否遇到一個情況 他問為何我的男朋友 明明今個月和我預約了一間房間 為何這麼多分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預約了10個預約才算 可以刪除 另外,有一個密碼 其他人知道,你進去後 其他人看不到 這個真的還可以嗎 當然要,這個密碼 另外最重要的是 你想匿名去做這件事 不需要有電郵,不需要有名字 我只是一個機密 是KY14678 對,這件事很重要 完成 很重要 看著你不知道是看甚麼 是 你今天真的挺好 對嗎?挺厲害 對 你們聽過或遇過 客人要求奇怪的行為 或客人的奇怪行為 你們見過的是甚麼 最誇張的 姐姐通常報告 對 會,譬如說 我試過真的很誇張 畢生難忘 試過… 只是年齡而已 對,但已經有很多事發生 譬如說我們可以歡迎 跟嘻嘻和嘻嘻進去 嘻嘻來吧,其實我也無所謂 我看到嘻嘻來就讓她進去 然後姐姐跟我說 又有多一個進去 三個,其實3P 嘻嘻,我也不可以 但之後… 又多四個了 對,然後我送到她 又多兩個進去 通常有五個 拖著你進去嗎 沒有 然後我躲在後面 有五個人 然後躲在外面 五個人應該很熱鬧,一點聲音都沒有 難道是商業機密 或者是邪教 對,不知道 可能有些外國人 好像不同性格 有些穿便服、西裝 有些外國人、香港人 最後我遷就了 姐姐很流行 看到甚麼情況 都很喜歡通訊息給我 然後看到整個垃圾桶 全部充滿了那些套 看到是機套 知道五個在做事 但其實我們的房間真的不大 很小的,只有一張四人床 一條小的走廊 一個腳步跨過就是這樣 五個人在做事 在升降機裡五個人在做事 很大嗎 可能是火車,不知道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很安靜 可能喜歡這種聲音,不知道 那間房間隔音好了 對,然後除了這樣 我們也有賣成人玩具 我們有賣無線震彈 通常客人一來 我已經放在裡面 他們自己在玩 因為他們已經賣了 已經賣了 但當時的情人玩具可能不成功 剛好我在上面 然後他跟我說 這個… 把肉筋進入出來 跟我說這個不成功,不懂得動 然後我問我不好意思 然後馬上拿另一個給他試 然後進電視,也是不成功 然後進第三個試,也是不成功 然後死了一點 那陣子放壞了 對 怎麼會差勁 對,然後我… 不好意思,第四個已經成功了 然後我讓他進去玩 然後我自己進去電視 為何不成功 其實我們放在走廊上 走廊上有一個微波爐 放在微波爐上 然後我突然在做其他事 突然微波爐會震彈 我問我甚麼事 沒有… 全部一起玩 對,全部一起震彈 有鬼 不,原來裡面開始在玩 因為可能那些無線電波是通通的 無線電波是通通的 對,因為裡面正在玩 然後外面三個都一起震彈 有價值,你全部拿進去給我一起玩 然後他整個微波爐會震彈 很尷尬 無線電波的震彈 其實很便宜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在賣100多元而已 我玩了,我做了一支節目 按,林二雲,我會震彈 我又會放在這裡給你震彈 我扔了在你的褲裡 你不知道,很像是震彈 記住,不只是給女士 男士也有 我當然知道 這些東西… 還好嗎… 那些傘傘可能比較責任 有時候買完玩具 或者客人去自備玩具 是 然後可能留下了 然後那些傘傘也喜歡傳給我 這個有人留下了 我問問他要不要 我也要像正式問問客人 你這支東西要不要嗎 但我想都不要,不用問 有時候真的留下了 真的要不要 有些人留下了一個靈靈夾 然後我可以上來拿回 但有支棒是紫色的,長椰 上面已經有些白色的織 然後姐姐發給客人 其實我年中收不少這些圖 然後姐姐問我 我也要發給客人 你要不要嗎 她說不要 然後我跟那個姐姐說 她不要,你可以扔掉它 自用吧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又上去酒店工作 收拾東西的時候 一手握進去,這是甚麼 通常有潤膚的東西 好像做到一支東西 像青瓜一樣 有潤膚的東西 是潤膚的東西嗎 沒有製作的,有些白色的 你摸一下,這是甚麼 然後想起 之前姐姐發了一張圖給我 好像是這塊東西 一手握在這裡,還要搓 怎樣 我問了姐姐為何不扔 然後又沒有 放在這裡,忘記扔 對,姐姐用完了 拿去給你看 對 還有有意義的客人來嗎 例如… 你說有很多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可能性知識 還少許不認識 有時會問 可能套子穿了,我可以怎麼辦 你嚇他了 那沒有了,死定了 不開始… 他也會… 我們自己會搜尋 其實我一開始搜尋 我會帶一些標準資料給他 你跟著這個方法去吧 你可以去藥房 看看有沒有 或是去看醫生、檢查身體 可能事後被人怨 事後被人怨 教你… 你很貼心 有時客人會… 訊息聊天、訂房 他們會比較放鬆 有否有些年輕人來問 哥哥不懂戴套,可以教我戴套嗎 那倒沒有 我通常會發影片給你自己 阿露呢?你的房間又怎樣 本身有很多主題 試過有個客人 突然出來問我們是否聰明 我們挺害怕,是否吊頸 其實我們沒有 他就說不行 我看電視時經常看見 毒龍轉那招,很想試試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我都不懂 他可能找個勾… 我不知道他是否打算這樣做 他打算找個勾… 吊著人是否轉 吊著人,可能女方一直轉 怎樣轉 這樣吧 如果打平,吊著人在 你別吐,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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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扭轉了 這是拋馬斯盤線 是嗎 我猜也是 我也猜 電光動龍節 但老實說,即使有繩子 你讓他不會綁 你以為日本… 都被綁住了 就是成藝 日本的SM的繩子 怎樣綁住人在這裡 神經病 綁還綁,吊還吊 對,還在死,亂吊 對,還有呢 有一個主題房,是課室 其實我們也有些校服提供 讓他穿上衣服 但有一次有個客人上來 他已經穿好校服 好的 是男生 同一個給他年長的女士 租了課室 我們也不要緊 你覺得那個男生… 要讓他進去 那套校服是他自己的校服 還是他的戲服 看他看見他的年齡 像是真的校服 真的校服 沒有,如是者也讓他進去 然後出來,誰知道 其他人一穿,他們扭了一件事 讓我們看到女兒的 原來是某間學校的校長 也震驚了一下 不過我們也不理會別人 校長跟學生的師生戀 也未必是 可能他真的借了… 那是校長 可以拿到校服 那就給他… 去補習而已 對,真的進去教負貨 對 Dong,這邊呢 其實11時 很多人都覺得 哪有這麼早人去… 早上11時 對,早上11時 這麼早去,真的有 還要拿著一棵蔥 拿著一匙牛肉 以前的繩子拿著上去 含水蔥 還要頂著 叫我的朋友 先幫忙拿著 要冷藏的話,你處理好 於是跟程夫進了房間 即是外出買菜 其實找程夫 對 一小時後就去街市再煮雞 我買完菜、做菜 然後回去煮下湯 還可以 當然我們最多人問 有趣的事就是問… 因為我們行內有些術語 要求三邊下床 三邊下床是要找拖鞋 很刺激的 對 要找拖鞋,另外就是… 一定要有鏡子 一定要有鏡子 有很多東西,要玩很多 對,一定要有鏡子 很有趣 原來這麼好玩 那房間被人弄得最惡劣的情況 是怎樣的 可以說的 最惡劣?真的挺難忘的 因為市面上我知道 有些人不是太歡迎 嘻嘻、同性之類 我們可以的,我們也很歡迎 是 也沒有歧視 試過有男的 對,可能他們本身有些程序要做 可能比較骯髒 最後清潔的時候 以前看血案時有很多血掌 但我們看到有很多糞便掌 有甚麼程序 還要把糞便掌在那房間 真的嗎?我們也想知道 好的 然後我試過最誇張的一次 也是姐姐發給我的 她整床都是糞便 還是她們在玩吃? 對 像日本的影片般在玩糞便 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她可能… 我帶了糞便去玩 可能會馬上餓,被人幫我 真的不知道他們可能剛好 腸胃不好 可能在灌腸的情況下 可能廁所比較小 灌腸到可能衝出來時 整個地面都會有糞便、尿 但最討厭的是尿胸來攪拌的 最討厭 因為我們的床單是白色的 然後尿胸… 你說一疊也還好,小小疊也好 但不知道是否換位 整張床布滿了血案 到處都是… 不是尿胸,死了嗎 很濃 但床單未必隔得到,會放在床褥 我們通常有特別的保護 有四房 有膠包著 包著 有很多 你只要做M房,不過是紅色的 不,但人們不敢來 有些時鐘酒店 特意裝上紅色或很深色 特意讓你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有時時鐘酒店不一定被人搏 但有些時鐘酒店… 你上來換M卡就不是搏 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 不知道不乾淨 可能上來預約過夜 有些人可能下場會過夜 或是不一定打招呼才會過夜 我試過是那些… 我不知道DV員可以的 有些四十多歲、五十多歲的女人 這次傻傻的 她自己本身有遲交房 然後就吹她,叫你姐姐 然後不知道她是否不服氣 還是怎樣,她剛好就來M 到處都是M M筋又報復地搭到處都是M 多嗎 暫時只有一個 搭到處都是M,用很多條 這樣會黏到腹上 不知道是否特意打完… 很多M 失血過度 很多M、很多條 對 很空閒 M筋很貴 可能晚上睡覺一條 瘋了一個 瘋了 你們身邊的朋友、家人、親人 或者愛人 怎麼看你們開時鐘酒店 你媽媽會否覺得開雞豆 通常一開始我們讀酒店 然後我們有這種念頭 我們也沒有跟家人說 我們說沒有,我們最近讀酒店… 開這間酒店 對,又不開酒店 開酒店是不可能的 我唯有開一間賓館 我們說現在賓館香港 有這麼多自由客人,一定很贊 到了後期,我覺得紙也包不住火 然後她說其實我們開時鐘酒店 她剛才說是時鐘酒店?你怎樣 做黃島獨的 然後我跟她解釋 其實我們的酒店是專注於年輕人 年輕人有這樣的市場 有時尤惟禎也說賓館也沒有地方 然後慢慢說一大輪 其實也沒有很大反感 只不過她會聽 然後她最深入一次 例如去拜年,或是朋友來 通常說最近做甚麼 你到我兒子那裡賓館 過年流流 不,我有一位親戚信佛 然後她說最近做甚麼 我去開時鐘酒店 然後她說,你開時鐘酒店? 這些錢收了,是不好的 然後她馬上拿一本地獄圖鑑給我 她回學說這有甚麼地獄 例如刀削、削骨、有剪刀 那代表黃色事業,對吧 類似的,可能有些錢也不好 然後就跟她說 其實不是,我們做這些地方是職業的 可能年輕人不會出去野外露出 其實你因為… 野外露出? 對 但你當作是偏門嗎 其實這些是偏門 算不算嗎 生意也是吧 因為覺得香港人沒有人敢做 你敢做,可能有新的發展 阿老,你那邊呢 我朋友比較好奇 我們主題可能更加好奇 變成有些很正經的朋友 都說想上來參觀一下 對 上來後,又在佐敦站上去 然後進入貨室 是 就像剛才你看到 可能勾起了你當年的夢想 對 我想做醫生 對 還要在自己的診所 在那裡 最終意識 好 200元多元有交易 帶我上去參觀一下有空 好,歡迎… 大時大節時的價錢是否不同 不如是情人節吧 會加一點,但不是差很多 差多少 如果兩個小時計算,可能差30至40元 聖誕會特別貴 那些大節大節 聖誕會比較貴 平安夜一定會預約 對,我覺得情人節是正常的 試過有一個很誇張的 不知道是否我們在某些媒體 也做得更多宣傳 他早半年打電話 想要地鐵車廂 是 也不要緊,早半年 也有房間的 你那邊呢 其實我們也會加兩、三十元 但其實我們會因應做多些工作 例如聖誕節,我們會多點裝飾 中秋節,我們也買了月球 買了月球燈給你中秋上月 上秋香 很棒 上秋香就是上來的客戶 即是有秋香的價錢 那個正貨很貴 對 對,然後讓她上去搏 然後其實… 搏的月球,讓她上去搏 神經病 我想像是綠西高那些 那些搏了嗎 我們去年聖誕節 也舉辦了一個… 例如宇宙大爆炸的桌頭 有一個映射燈 在房間裡有星空投影燈 然後有些學習和文澤哥出氣 有一個爆炸堂給你 然後讓你進去玩爆炸堂 用宇宙大爆炸去玩 瘋了嗎 你的應用程式那邊呢 我們應用程式那邊有點不同 因為始終我們希望 跟我們的夥伴 他們經營者最最高的利益 我們就像中式酒樓一樣 6時至9時1個 9時至12時1個 12時打喉便是夜房 有一個預算 令他們的利益最大 我們亦會好好管制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宣傳 就是你預早訂房間 不要去到情人節 甚麼節日也好 是 哭那麼哭 最重要是到時情人轉了也不要緊 沒問題的 有房間? 對 但到時要獨立怎麼辦 你可以讓開 有些朋友說網盤計 如果真的獨立了 無所謂 大家家庭大了 大嗎 你比較大 你比較快 你其實這樣上去豈不是更慘嗎 為甚麼 周圍有這麼多房子 似在彼落的聲音 玩完雞翁說他叫甚麼 糟糕 你的心靈這麼開放 對 無所謂,謝謝三位 謝謝…